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两手策略的国家或人来说 很容易变成是两边不讨好 然后很容易变成是两边的攻敌 然后大家一起攻干你 可是普丁大帝的手段确实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来分析 随着中美对抗的变局的提高 中美对抗的对抗因素提高 俄罗斯未来最好方向是何去何从 我认为普丁大帝已经很清楚的定调 他就是亲中和美跟友欧 同时游离在美国中国跟欧洲之间 这是一个不要讲高难度 那就是超级高难度的政治操作 我们来看看普丁大帝怎么样带领俄罗斯 在这样中美对抗的大框架之下杀出重围 因为真的很难 因为你想想看现在几乎所有国家 台湾有资格不选边站吗 没有台湾现在站在美国队这边 印度有资格不选边站吗 没有印度很快就站在美国队这边 那日本有资格不选边站吗 没有日本站在美国这边 那包含澳洲站在美国这边 南韩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要左右逢越两边讨好 可现在看起来南韩也逐渐靠向了美国队这边 那中国有没有盟友 有当然包含一些什么伊朗北韩等等的盟友 那当然中国最大的盟友是俄罗斯 如果俄罗斯可以坚定的站在中国的旁边 跟中国一起对抗欧洲对抗美国的话 那抱歉 我认为中国有很大的几率打赢这场战 所以站在拜登的角度当然很清楚 第一件事要列解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 那站在普丁的角度 他思考绝对不会是尽心尽力的协助中国 因为存亡此含的道理很清楚 如果俄罗斯尽心尽力协助中国干掉美国的话 那很清楚 回过头来中国就去干掉俄罗斯了 所以站在普丁大帝的立场 他很清楚也很快定调了 就像我刚刚谈的 亲中 和美跟有欧 就变成他的调子 希望在这三个强权里面 拉出一条属于俄罗斯的空间 会不会成功不知道 可是至少就目前为止来说 普丁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头 我们先谈有欧 通常我们在谈国际政治里面谈 友善这件事情 有欧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会从他们两个多好 做过多少事情 多少互动什么什么的 因为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 不打不相识不是说两个人一定要 打完架之后就会变好朋友 而是说 他不打不相识这背后更大的意涵是 你两个人不打过架 或是我不跟你打过一场架 你不会把我当成跟你平起平坐的人 而你先把我当成 我有能力跟你平起平坐的人之后 我们两个才有资格交朋友 所以中国这句老话才说不打不相识 才会这样讲 所以呢 普丁大帝决定有欧的第一步 竟然是炮击英国 对英国的军舰开炮 这个非常酷 事件起源是这样子 英国海军的军舰叫做 HMS的护卫号 这个护卫号6月23号的时候 就在乌克兰这边出发 乌克兰出发的时候 就开始往黑海的东南方去行驶 那行驶的过程中 他行驶的路径很有趣 这是英国皇家驱逐舰保卫者 他行驶路线就这样 在这一块这边走 那这一块是什么 克里米亚半岛 然后他距离克里米亚半岛很近 大概12海里左右 12海里左右 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美感 什么意思呢 观众朋友可以这样看吗 这是50公里的比例 所以很清楚看 大概是10公里 十几公里左右 最远不会超过20公里 就很近 那这里面有个美感 是说俄罗斯其实在2014年 就透过武力把克里米亚半岛吃下来了 那在国际政治上 俄罗斯一直主张克里米亚 就是俄罗斯的领土 但在国际政治上 因为不承认这样的侵略 所以一直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领土 那这时候就有趣了 你在克里米亚的外海 大概10几公里的地方这边巡航 算不算进入到了俄罗斯的海域 这是政治上的问题 那如果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话 那这当然是属于俄罗斯的海域 那俄罗斯当然有权去驱逐英国军舰 可是如果国际政治一直不承认俄罗斯侵略克里米亚 事实的话 那照理说克里米亚这边海域 属于克里米亚不属于俄罗斯 所以这件事在政治上是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模糊地带 那英国的军舰这样子走也是经过算计的 结果俄罗斯单方面宣称 俄罗斯在这个海域里面对于英国的军舰开火 然后把英国的军舰驱离 那英国则宣称 双方是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 那只是俄罗斯刚好在旁边做所谓的演习 这件事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 还是大摇大摆从克里米亚的海边经过俄罗斯 然后没任何皮条 但是究竟哪尾有没有皮条呢 我们给大家看接下来两个影片 我们刚刚看到这两个影片 可能观众朋友会看到一头雾水 先这样讲 这两个影片都是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在6月24号释出的影片 第一支影片就是证明了俄罗斯的军机 不断地在英国的军舰上方徘徊 它那个镜头对的就是英国军舰 然后不断地在做监控 所以打脸的英国那个说 俄罗斯根本没对我怎样 他只是在远远的地方做演习这件事 第二件事情是 释出那个很清楚吧 你看那影片结尾 连开三炮 砰砰砰砰 这三炮 这三炮其实就是往英国军舰这边打 所以也打脸的英国说 这件事只是他的远方做射击的动作 所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 在6月24号释出这个影片的时候 证明俄罗斯一方 俄罗斯确实有去警告保卫者 英国的护卫者或保卫者 他叫defender 正侵犯俄罗斯的疆域 而且三度开炮事件 而且这件事情他们有特别强调 说他们英国的defender 距离克里米亚的海岸 直到10海里左右 10海里大概就是18 就像我刚刚讲20公里以内 大概18.5公里左右 所以他已经进入到联合国规定 领海的海域 因为联合国规定的领海海域是12海里 所以很显然的 这个是英国越界 所以俄罗斯炮轰他 所以有趣啊 我们一开始谈的是 有欧 有欧的前提应该是说 两边应该把酒言欢交朋友 等等 怎么会有欧的第一步就看对英国开火呢 所以回过头来 回到我最后一开始讲 所谓的不打不详事 国际关系里面 俄罗斯一定要展现出足够的强硬 而且划出底线 在克里米亚这边对英国军舰开炮 就是我俄罗斯吃下来的领土 吞下来的肉 你不要想我吐回去 这就是我的 划出了一条对领土的红线之后 而且一点面子的都不给英国留 赤裸裸的公告全世界说 英国只要敢进犯 我就敢对英国开跑 OK 这是政治美感的部分 当后来英国怎么办呢 后来俄罗斯这么不给英国面子 所以英国怎么办呢 英国我看了一个 让我觉得体效皆非的新闻 这个新闻是这样 在6月27号的时候 BBC OK BBC就播了一个独家 这个独家他是说 在巴士站发现了国防部机密文件 什么意思呢 这很有趣 BBC的内文是说 有一位不愿透露出姓名的热心群众 在英国肯特郡的一个公车站 发现有一些文件 然后文件皱巴巴撕灵灵的在街角这边 这个文件很有趣 BBC还特别 特别看出这个文件 你看 确实很像下雨天 然后皱巴巴的 对不对 然后看起来就像是蛮重要的文件 然后还有这个 刚刚看到克里米亚的海军的航海图 在黑海航海图等等 这三页就是BBC里面有透露 他就说 这份文件 BBC认为是出自于国防部 高级官员的办公室 那文件内容说什么东西 他说他文件内容讨论了 俄罗斯对于英国船只 越过俄罗斯边界后的可能反应 然后呢 他里面反应说什么东西呢 里面说 英国的这个Defender号 这个驱逐舰 越过俄罗斯的边境 是有预谋性的 早就计划好的 英国呢 还特别把这个行动特别命名 称这次行动是一个通过乌克兰领海的无害航行 然后呢 他有说 在整个英国的预料之中 他们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做出积极的回应 而且积极的回应中呢 他说 可能会有好几种 因为在整个伦敦的高层 军方都有很细致的在讨论 俄罗斯可能做出了回应 那他里面说 英国军方高层 在去之前就已经做过这个非常细腻的讨论 来你看这张图 其实假的写得很清楚 你看 HMS Defender号 对不对 这他讲的就是 这个英国的护卫者 时间是6月21号到6月26号 在这个黑海这边走 然后呢 他说英国的海军跟空军高层 有做非常非常详细的推演 他说几个推演呢 有可能是俄罗斯会回应 有三种可能 一种叫安全且专业的回应 一个是不怎么安全 但是专业的回应 第三个回应是既不安全 也不专业的回应 然后呢 他说说这边细节 这些俄罗斯的回应是不安全也不专业 当然就你去炸英国军舰 不安全也不专业 但是这个东西都在英国空军跟陆军的高层 事先的沙盘推演中 都早就已经推演过 观众朋友你相信吗 这件事情很清楚 就是英国后来 为了让自己有面子 而找了一个台阶 对不对 第一件事情 怎么会有一个国防部的高级官员 把这么机密的关键资料 放在公车站 然后摆在这边摆了 然后就走 然后没有想起来 这件事我已经很匪夷所思 这种资料应该都在电子档 而且越后几分 什么叫越后几分 阅读完后就开始倒数计时把它烧掉 是像这种会议资料 第一个一定是现场会议发完之后 发完会回收的 或者是会存在一个 具有安全价值的储存容器 或者是电脑或是云端空间里面 不可能会让你拿纸本到处走 然后拿了纸本到处走 还是揍巴巴的 还被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捡到 他也没去回收 就发现不见也没去管 捡到之后还这么巧 刚好就HMS Defender号 然后在6月21到6月26日经过黑海 然后里面内容还说 俄罗斯这个炮轰英国 完全就是在英国陆军跟空军的掌握之中 很明显 就是俄罗斯展现足够的强硬 超乎了英国预料 而英国军队变成大家的笑柄之后 英国透过BBC放出了一则消息 让自己有台阶下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解读 可是我们讲说 你知道你搞错吧 大标题不是有欧吗 你现在讲的都在打架 来接下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有欧 这是墨北协助台办事处 然后其实就是俄罗斯墨北 在台湾的一个代表处 他分享了一个什么东西 分享了普丁大帝在德国杂志上的投书 内容说什么东西 里面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恐怖 欧洲民众还是得克服疏离 恢复互相信任和尊重 走上一体化的道路 然后下去很重要 大欧洲的整个战后历史证明 只有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通力合作 才能保证我们共同大陆的繁荣 跟安全 第一次提到欧洲跟俄罗斯的合作 再来 整个欧洲安全体系已经大大的退化 我们正在错过合作给我们的巨大机会 特别是现在 当我们都面临大有流行 以及最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的共同挑战时 合作尤为重要已经三度提到合作 然后俄罗斯对正当且具建设性的合作 持开放的态度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空间建立 统一合作区的想法 能证明这一点 五度提到合作 最后 我们不能背负过去的误解不满 冲突和错误的重担 这些重担影响我们集中解决 时下迫去的问题 我们都深信我们应该承认这些错误 并且予以纠正 换句话说 过去俄罗斯跟欧洲的冲突 叫做过去的误解不满 这些冲突跟错误 不要让我们继续背负着 我们会把它来修正 这个投书五度提到要跟欧洲合作 也承诺了会对于过去的错误来提出修正 一边炮打英国 划出一个强烈的红线 一边投书欧洲媒体说 未来俄罗斯的方向是希望可以跟欧洲合作 五度提到合作 而且会修正过去的错误 非常非常漂亮的软一两手 这是有欧的部分 清中我们都知道拜登跟普丁见完面之后 两边虽然没有到炉焦市起 可是确实开始破冰了 两边开始互拍大使 所以中国压力就很大 所以习近平在6月28号下午的时候 就在北京跟普丁去做视讯 视讯完之后 两边发表联合声明说 正式宣布延长中俄慕邻友好合作条约 其实就算不懂国际政策 光看到中俄慕邻友好合作条约 这件事情都知道 表示普丁跟拜登见完面之后 同时又递了橄榄枝给中国 告诉中国说 放心 我还是你的好朋友 我还是你的好邻居 慕邻和好邻居 我们还是可以合作 我还是你的好伙伴 中俄慕邻合作条约是在2001年7月16号 江泽民那时候跟俄罗斯 那时候普丁 普丁在会认超久的 江泽民跟普丁在莫斯科签署的条约 条约期是20年 然后他里面有规定 20年过后 如果没有一方提出反对的话 他会自动再延长5年 所以你看2001年签认条约 20年就是2021年 就是今年 所以今年他们要确认 要不要再自动延长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两边讨论完后 已经确定了 要延长中俄慕邻友好条约 换句话说 俄罗斯还是跟中国 释出一个明确讯号 我说你的好邻居 我还会跟你合作 等等等等的讯号 好了 亲中有欧 我都讲最后和美 之前的普丁跟拜登的会面 我们在好事之途 有跟他聊过 所以最近普丁一些动作 我们已经连续拍了 好几支影片来讨论他 因为对我而言我觉得很清楚的是 中美贸易大战最后决胜负的关键 其实就在俄罗斯 所以我很关注俄罗斯的状况 我们会把包含我们最近谈俄罗斯的状况 包含普丁跟拜登在瑞士日内 瓦的会面的一些影片 我们都放在我们的影片连结下面 大家有兴趣可以来回顾 我现在跟大家谈的是 上次谈的进度是 普丁跟拜登谈完之后 他们认同继续互派大使 就是俄罗斯会有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 美国会有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 因为之前他们关系最强的时候 是把大使互相撤掉 OK 结果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在7月1号的时候报道一个新闻 是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沙利文 开始向俄罗斯通讯社表示说 他返回俄罗斯之后 已经跟俄罗斯的副外交部长 举行首次的会谈 会谈的内容保密 但是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认为 会谈的内容是积极的 OK 然后谈了一个半小时 欢迎就来说 他们对于这样的会谈认为是有正面的 这样的讯息出来之后 俄罗斯的外交部也没有否认 欢迎就来说 对于普丁来说 普丁跟美国的关系是持续在荣兵的 OK 因为你看我们讲到这边 普丁大帝很清楚他的战略 和美 亲中 有欧 这就是普丁大帝现在要做的事情 那整件事情 未来普丁会修正他的路线吗 当然会 所以我们看国际政治 不要像瞎子摸象一样 只摸到一个地方 就是说这是事情的全貌 如果你只看普丁大帝跟美国毁滅 你会认为 普丁被美国整个挖走了 如果你只看普丁跟中国习近平的视讯 你会认为 普丁还很积极的 坚定的站在中国身边来对抗美国 如果你只看普丁去轰炸英国的军舰 你会认为 普丁 其实跟欧洲的态度 还是如过往之一般的强硬 可是当你把所有资讯都都起的时候 你会很清楚发现 对普丁来说 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的敌人 而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的朋友 他们唯一的朋友只有利益 唯一的敌人只有阻止我获得利益的人 所以非常非常杰出的一次布局 从和美有欧到清中 对普丁来说 他在玩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三角平衡的游戏 双边平衡就难 他在玩三角平衡 玩成功 他就会变成是 这次中美对抗大战之下 最大的受益国 玩失败 大家都会讨厌他 他可能会变最惨的一个国家 我不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 可是我会持续关注 因为就像我说的 我一直认为中美对抗最核心 最核心的关键是俄罗斯的态度 以上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内容 谢谢大家 拜拜